各位同学及海内外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Blue Arrow Restoration Mr.Daniel Soon 来为大家讲解 非常重要的 关于房屋发生 水灾火灾 及各种污染问题 和潜油漆木等等问题的处理 我们现在就热烈欢迎Mr.Daniel Soon 大家好 我叫Daniel 我的公司叫Blue Arrow Restoration 我们是做Restoration 什么是Restoration呢 Restoration就是 基本上在房屋损毁 灾害以后的清除 比如说像房子的血管破裂了 然后把整个房子给人家泡掉了 那你们是需要一个请 一个像我们这样专业的 Restoration公司进行清除 如果你们有买了那种房屋保险的话 一般的 很多公司是 cover这块业务 很多华人他 可能房子漏水了 他就随便找一个 contraction公司自己 他要帮我维修了 实际上这块业务呢 就是说可以通过保险方式的 经营培长 如果你有些明贵的家具啊 被水泡过或者被火灾 被烟熏过吧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 外公司提出来要求旅盈 是这样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水杯 水杯的照片 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case 我们 在海星大海市 他的房子是水管爆掉了 因为老旧的房子都是铜管嘛 或者是铁管 那是 长时间呢 他就 有的就已经氧化了 就破裂了 那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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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vacation 那么他回来以后 一看整个房子都已经泡掉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要做这种 特别的 dry out dry out dry out 清除 那基本上这是我们做dry out的现场 那 为什么放这么多机器呢 不是说随便放个电扇就可以吹的 因为这个机器呢 我们 是 根据这个一个房间的情况 放完这个机器以后呢 让这个房间的整个产生一个龙减通的效果 然后呢 用这种我们叫dehumidifier dehumidifier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 把这个空气里的水分器啊 吸干 让这个房子快速的干燥 然后呢 减少这种additional damage 就是多余的这种损毁 所以基本上呢 一般 房屋发锁了以后 水管爆掉以后 我们都是要 从地上去 切这个dry out 两尺 然后呢 把这个structure 结构性的 分开啊 分开 之后 我们再进行 维修 把dry out捧回去啊 然后 把地毯换新的啊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这块呢 就是跟我们叫water restoration 就是说水灾以后的处理 这块业文 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可以通过发展公司来获得利益 再来就是关于火灾 那火灾呢 它并不是说 把东西烧了 就把它修好 火灾里边它会 我们还有一种dainage 叫smoke damage 就是 它这个烟啊 它这个烟实际上是 对人体非常有害的 如果不处理好的话 这个味道是永远的不能散 所以呢 我们在做火灾处理的时候呢 花最多时间就是做这个烟熏 烟熏的这个恢复 那这是我们处理的 火灾现场的一个 那你看这个 这条线 这条线呢 我们叫fire line 那fire line is sound 基本上我们全部都要拆除 就是说把这个灰擦干凉就可以 然后我们还要 配合这个environmental engineer 什么是environmental engineer 就是说 他来检查这个房屋健康的情况 是不适合人居住 然后呢 他会 给我们定一些方案 告诉我们 比如说你需要用干冰来清除 还是用臭氧 还是用等离子的东西来清除 还是用氯气来清除 他会让我们来做这些东西 那我们做好以后呢 他们会回来继续检查 检查以后 然后他们再出一个安全报告 那这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 以后你们再卖的时候 比如说 不会 新的屋主有任何问题 不会再告到前屋主 因为我们是按照这个EPA的这个 就是健康署的要求 然后就找了这个 environmental engineer 然后按照他们的这个方案 来进行维修 所以火灾这一块 并不是说 把这个厨柜换好 比如说有的人家 可能就是说 厨房不小心烧了 那就换个厨柜 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要专业的这个烟熏清除 那这个也是火灾现场的情况 因为在火灾的时候呢 很多东西除了木头以外 很多东西都在烧 你看它这个就是 塑料的东西 在烧 那塑料的东西产生的一个烟熏 它会粘到墙体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物体的表面 那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墙角 有那种蜘蛛网 其实它不是蜘蛛网 它是这种有毒 有毒这种烟熏 累积产生的一个 像老洲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们还做这个 霉菌 霉菌的清除 霉菌这一块 也就是说跟这个 很多保险的这个经历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个经历 什么样的经历呢 你在哪外房屋的手 一般会做一个房屋的这个检查 就是所谓的 看看这个房屋有没有问题 但是房屋检查的时候呢 Home Inspector 他会在这个检查报告上说 万一这个地方有霉菌 建议找一个霉菌的检查公司来做这个霉菌的进一步检查 那有的客户经济就请了这个霉菌公司来做检查 检查的结果呢 我们是怎么做霉菌检查的 我们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霉菌检查 我们在空气中抽出样板 那这个房间的样板抽抽了以后呢 我们会跟室外还有你的客厅的空气的指数进行比较 那如果指数高于室外或者是客厅或者是没有感染的地方 那这个区域呢 就是霉菌炒的 因为霉菌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涨的 草地上也有 自然环境里面 森林里面都有 都有霉菌 但是有的保险 有的这个地产经济 他做了这个霉菌检查以后 他不知道这里边有些的有些 因为你做了霉菌检查以后 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被disclose掉 那一定要看到一个正规的 模式的霉菌处理的方式 把这个霉菌处理掉 比如说你的厨房 厨房的厨柜 下面掌握霉菌 那 可能你们觉得说是 就是把下面那个厨柜换掉了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那为了这个厨柜下边的霉菌 我要把它整个厨房拆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敏感 比如说你在一个房间里面 中南角掌握霉菌 那我在西北角抽这个霉菌的样子 我也能采出来 那我一定要把它清单 除非你说 我不要这个clear过 这个干净的报告 你只要出干净的报告 我就一定要这样做 没有一家霉菌公司 可以这样做 那有的经纪说 你就把这个厨柜底下的底板 帮我换掉 你就先做不了 因为我就算换了的话 我最后做这个霉菌的样品 还是会有这个霉菌 所以永远也是不关键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整个厨房做干净的 然后做一个 作业的工程 然后做一个工程 那总共过程的话 基本上要到五到十天左右 用途说一天 两天的东西就能到处 所以 基本上我们会把这个 比如说海有霉菌的这个区域啊 封闭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我们的去年做的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它是冰箱漏水 冰箱这个管道漏水 漏水以后呢 这个霉菌呢 长期间滋长了 它已经成了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 你看这样子 这种情况呢 就一定要 请这种猫的 人们的学生公司 来做一个专业的清除 出一个报告 因为这个东西呢 黴菌基本上是分三个等级 这个等级呢 我们叫category 3 最严重的 也就是说 我们说是active mode 它是活的 因为这个地方潮湿 那第二个等级呢 就是说 比这个清 你看不到这个部落 那第一个等级呢 我就是在讲说 这个已经干了 你只能看黑黑的 但是bad mode 这个黴菌死掉了以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病毒 那可能我们中国人呢 不太在乎这些东西 很多人说 我们在我们老家 可能到处都是mode 但是在美国呢 哪种人的这个免疫系统 跟我们家这样不一样 他们可能会吃个花生过敏 他们可能会吃个鸡蛋过敏 可能我们亚洲人很少会有 说吃个花生过敏 吃个鸡蛋过敏 有这种allergy 然后造成死亡 所以黴菌每年 因为黴菌死亡的人数 差不多在1000个人 所以美国健康署呢 特别特别总是这个mode 一个房子如果有mode 还有有火灾或者是白衣 会导致你这个房子最后不能成交 所以我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关于mode这个严重性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 在买卖房子的时候呢 你不要顺重 不要盲目的去做这个 美菌的检测报告 那有的美菌公司做检测报告呢 他就是 比较认真了 可能你在这个表面 看不到美菌 有的墙体 看不到美菌 他会在这里面转一个洞 从墙里面抽 抽这种 空气指数 那你这个 检测出来的几率啊 就高很多了 那有的美菌公司呢 他会把所有的方面做一个 那比如说 房屋检查只提到了厨房 但是我又在楼上的洗手间 也找到了这个美菌 只要这个报告一出 这个就被disclose掉了 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美菌公司 出一个clear report 所谓clear report 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了 某种remediation以后 在这个区域抽空气的样品 送到实验室 这个区域呢 是干净的 然后呢 我们出一个这个报告 基本上呢 就 以后有任何问题的话 基本上 就 不会再 找到 屋主或者是 经济 麻烦 所以 如果让我们来 我们一定如是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话 我们 一定要按照那个珍贵的程序来做 这个是一个天花板 洗手间的天花板 涨了这种美菌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case的 它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并不觉得它是美菌 只不过 那 BIRE他要求说 报告上写 说是 可能是美菌 我要做一个美菌处理 那这种情况呢 我就建议你们 跟那个 屋主去商量 然后他们怎么去 做这个东西 因为 如果一旦出了报告 请我们做这个美菌处理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 可能会把整个鞋里面拆除 整个厨房拆除 才能帮你出这个报告 很多经纪公司 地产公司 跟我讲说 你把这个dry out want 换掉 你帮我喷一些药水 it doesn't work 那我永远出不了 可以report 我没有办法 因为 我按照你们的要求 做 我抽空气的样品 它永远 永远都是有美菌的 所以 做这个mole 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想 想情绪在做 这个是我们 做的那个 防备子 防备子机器 它是消毒 我们的空气里面的这些细菌的 基本上我们 这一台机器呢 能够 cover 1500尺的一个空间的防备子 然后我们基本上 我们会在这里面放 24小时开机放到两天吧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步骤在做 就是 煤菌的这个remediation 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并不是说 就cleaning公司 把它擦掉 或者是driver 坏掉 这些是没有办法的 那我今天来呢 主要给大家讲的是 就是关于大马屋 我不知道你们 多少人 知道这个大马屋 这种大马 很多经济呢 其实它很温柔 它呢 可能帮好朋友租房子 然后或者是 帮客户租房子 也查了对方的这个快递 都没有问题 结果这个房客呢 就中了大马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大马屋 是这样的 这个呢就是 大马屋 我们进去之前的 他这个大马 已经被警察都拿走了 我们还碰到这个 房客被抓的时候 他还跟警察里面说 中大马是合法的 中大马是不合法的 因为这个是违法联邦法 哪怕加州通过了 但是在加州 没有一个城市 会给你批 这块地 这个房子 可以合法提到 那很多情况呢 这个大马屋 我们进去去看了 它这个房屋 还是非常有 那最后所有的责任 都会到你经济的身上 为什么呢 你们经济呢 每定期要去这个房子 跟房客预约 进去每个方面都要看一下 但是很难了 有的人可能都能做 但是最后 比如说保险公司 它聚赔的情况下 那保险公司基本上就会 把所有的责任推在经济身上 我们已经碰了好几个这样子 那有的经济说 那我来处理好了 我把这些大马都弄掉 然后 我把油漆都做好了 地毯都给你做好了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 做一个大马屋 一个大马屋 坐下来的话 比如说烹个油漆 帮我地毯 大马屋呢 我们叫做 Chemical Damage 化学循環 它产生的这种 有足够的东西 这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大马屋 你看看这个地毯先开以后 它的情况 这边白白的是我们喷的一些 化学料品 你看这个墙 整个这个墙全部都拆掉了 相当于整个这个房子里面要被避免 那大马屋要是坐下来 给你们一个大概的概念 这个差不多两千尺的房子 如果要是说大马屋 坐下来的话 没有我希望可以坐下来 如果你要是一个经济租房子 你觉得说你能从来起 Go ahead Good luck 你就坐吧 我们碰到了这种经济说 好了我赔了 我找一个handy man 找一个painter 把这个游戏给做了 通常大马屋的记录呢 是跟我们 假设说五年以后 牧主把这个房子卖了 他卖给了一个新的owner 那新的owner 如果发现这个房子之前有过干嘛 那他有任何问题 或者这个房子找出任何奇怪的东西 那他可以告钱的住 而且这个是没有时间期限的 十年 十年他也可以告 十五年他也可以告 这个例子很多的 所以我们碰到过有很多大马屋 就是属于地面处理这两次 基本上大马屋呢 保险公司会想一些办法聚培 因为聚培的理由 就是说经济没有处理好 或者是他聚培的理由是 有水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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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我们不是说 被水感染了 我们是被那个 房客虚培破满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房员 就是说这个是虚培破满 这块呢 我会可以帮你们做一块 我公司也有自己的 就是 我公司也有自己的 株式 我们也有合作的这个 帮你们获得这个 因为这个修起来真的很贵 这个大马屋 如果处理好的话 这个也是个大马屋 才会已经长成这样子 这个就已经不是梦无的简单 处理的过程了 你看到房屋里面的一切 我是说一切 这一切 全部都要拆除 整个房子都要违备我 师妹 全部都要违备我 这是地毯 先开 在三幅库上涨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是刚刚我们造成的 我们叫开文口 这个非常非常有 我们工人在经历的时候 都要装一种EPA的那种 就是不透气防水的那种方法 然后我们带着防水面具 都是比较好害怕 害怕呢基本上 过一段东西里大概 99.9% 那我在一开始做大马屋的时候 我觉得也没什么 还是在里面待不到一分钟 我就会带到头衣 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维菌呢 还有一些也不多的这些东西 这个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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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那如果严重的情况下 就发烧 这个大马屋 这每一个方块就是他们种一颗 然后呢它在这个 这个PAN的下面有很多的 一个大植桶 他们是用那种不土在的 所以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潮气特别大 凑合也太别大 你看这个窗户都是被盖起来的 那最严重的就是投电的 所有电线都是非法挖的 然后就和电线 那通常情况下 在做大马屋的时候呢 我们 我们进去以后呢 我们会首先把所有的这个档 都记得起来 我们会用一个三百六十度照相的技术 把一个大马屋往接起来 因为会有很多部门移动出来 比如说 市政府的警察局 他会来查 然后市政府的这个 Safety Department 他也会移动出来 然后EPA 就是 微信用局 微信用局也会出来 然后 我拍一层电力公司 又回起来 所以大马屋在处理当中 一般都是被警察抓到 很多人想说这个东西呢 我中十次的 我只要幸运呢 我都不会被抓的 但是警察呢 我也跟警察聊过 他们在抓大马屋的时候 其实他们在中的第一天呢 就是他们在中的 首先电力公司这个电网是智能的 第二呢 警察有一种设备 叫Dermal Camera Dermal Camera Dermal Camera就是说 它是一个热肠票技术 那他们这个直升机 我也看我 抓那个热肠票技术 所以呢 他在空中许多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你的房子热 所以这个 没有矫情 他不抓你的原因 他只是说 要有足够的这个证据 才能抓你的 他可能会将你一个附近 已经看了很久了 那你在前七个的时候呢 你可能说 这是我自己的家 我住的房子 我什么也都中 那只塞达必须一亏的 他把他料成的状态 这个也是被警察抓的 这个是拿土费 这个房子差不多 三千几个新房 哇 被重置的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非法可见 他把整个这个 这个房子这个空调管道啊 全部给改了 改成他这个过滤器了 那这个空调 整个这个空调系统 都要 不掉 重新换行 这是非法不得出来的 一个可见 好 你看一下这个车盔 它就是在这边投电 它是在电表下面 电表的上面 电表线的投电 你看这个房屋损毁的情况 这个是被抓的 第二个星期我记得 我进去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维修 全部都要裁掉 看到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要裁掉 包括里面的这些木头 这些framing 这些framing 我们都要用专业的那种臭痒 或者是那种 浴气 有的时候呢 每个framing 我们都要 用那种沙子打过 然后用那种 害怕vacue 或是普通的洗准器 是那种 能过滤 所以 空气也能打破 就是那种物质的洗准器 然后洗准器 过程非常麻烦 如果你们有兴趣 呢 我来参加一下 我做了这个大套 我在大套 我现在都有这么做 我的观众说 很多经济不一斗 他觉得说 这些东西没什么 如果保险公司聚盈 屋主又多样的出生多前 最后所有这些东西 都会干涉到 亲戚身上 保险公司 会 会跟屋主说 我不管 因为你的亲戚 没有take care好 这个房子 他没有按照 规定 在一个时间 今天要进去检查 跟房客预约 保险公司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会 很nice地打电话 跟经济说 那你上一次去这个房子 是买的啊 那很多经济都不知道 有什么目的 他就跟那个保险公司讲 说 我一直都没去 我一直都没有去 昨天发现这个 有个人据报警说 有大麻的情况 有大麻的情况 为什么不 就是 那怎么会 你觉得猪大麻的 他不知道经济是什么样的 对啊 因为经济 你是帮 猪大麻的人 当然有责 猪大麻的这个人 他是犯行事责 但是呢 经济呢 是有名字的 因为 也涉及到 谁出钱来修啊 中大麻这个人 会被抓起来 他会被抓的 这个 基本上呢 一般前妻呢 是local sheriff 就爬他回去 去了以后呢 他拿到证据以后呢 他会把它转到基督科 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基督的这个 基督组 会来 来抓 然后 跟法院申请 这个聚委令 然后来 有法官来判 那基本上 会判到 二到十年吧 这是我们听说的 比如说有一些 碰到麻的 因为那个法科 被抓了以后 这么有的情况 所以后果厂也来说 我觉得 那 那 保险公司 银行 他不会 他不会 care 这个 这个房子 最后谁来出钱 是 他只care 他会把责任 他会把责任 推到里面 这是我们 目前为止 做过所有 大麻屋的 情况了解到的 对法院公司 基本上 拿将军来 来 开刀吧 这是我们做了一个 360度的整工一个 记录 所有的房子都一样 这是他们租的房子是吗 租的房子 租的房子 租房子的房子 应该可以 必须得 就是 过去 确实 对 所以这个法律 每年都在店 所以你们也要 在租房的时候 一定要 请教一下 专业人士 可以问一下 王老师 我要多久 来进这个房子 去 检查一下 你要跟房客预约 提前一天 然后你哪个房间都要看 比如说去里面 愿意能赚一下 找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 一般中大麻的房客 他会找各种借口 那有的房客呢 他会在二楼中 一楼大眼睛 看见了 总也没有 因为 去年 颁布这个大麻 那个法令 以后 今年 种植大麻的人 特别多 我和华人 特别多 其实 下次多了很多 但是 一个新的社区 基本上 在每个月 都会抓到你 可能 对吧 Perry 那种 包括ERLINE 这种社区 特别特别特别 所以 不要抱一个矫生气 好多人觉得说 这个 我不会被抓到 我中一次我就走了 但是你中第一天 大家都知道 你在做到哪 基本上很难 很难 跑得了 那我们再跟保险公司去 丢这些case 你看他这个也是偷电 他从电表直到二楼 进入偷电 那偷电的 这个就是一个想事者 不是民事者 那么简单 那 电力公司有可能会跟屋主 要入电费 因为 每个部门 他只要 他只要 他担任 他担任 谁来扶持 那 每个部门都想把责任 推出去 保险公司也很好 因为 一般屋子都是有贷款 所以这个屋子 就是一般人一个house 或者是candle 基本上属于homeowner跟银行 因为一半 那银行也是这个 不是的owner 所以 银行不会说 让你随随便店 你把这个 或者说 烹个油漆啊 就那么得解决了 所以一定要 看到正规的程序 去把这个解决 我碰到很多经济 因为我们公司 目前为止 我 呃 呃 非常少的 就是做这个 大麻屋 呃 呃 因为大麻屋呢 我们 首先呢 呃 要有相关的这个 资质 然后 呃 呃 还要 配合这个 这个 因为你也去做 要知道是怎么做 其实蛮复杂的 不是一个 Construction公司 能做的 这个 这个 非常 那基本上 有的 Case 我们做下来 可能就要半年的时间 每一个环节 都有相关的部分 来检查 如果我不按照 要求去做的话 比如说 你顾了我 公司说 Hey Daniel 你帮我放个油漆 帮个地毯 如果我 按照这个 这个程序 去做的话 在今后卖房子 这个新的屋主 有任何问题 他会告 homeowner 和contractor 我也跑过来 所以呢 啊 我一定要找一个 environmental engineer 也就是说 环境共同事 来 配合去做这个事情 他来指导 他来出这个报告 在美国就是这样 你做一个事情 你首先 要想 要想 怎么进去 怎么出来 你首先要想 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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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为什么说一定要专专业的公司 专业的公司 去做呢 因为保险公司也好 银行也好 他不会跟我们二统 跟我们说说 你这个价钱是贵的还是贴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一个 certified的一个估价师 我们的估价都是certified的 比如说 我做这个房子的有期我要五千块 那这个价钱 比如说你想要多少钱 就多少钱 这个价钱一定要certified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certified的估价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 每年付一个第三方公司 这种certified的估价公司得到你的费用 他们提供一个软体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具体的这个要维修的项目 跟尺寸出这个软体里面 那有这个软体算 在这个地址 然后呢 这个zip code 今天 做这个项目 需要多少钱 那 不是说 像普通康克的一二 那种做一个简单 做一个估价 我们做这个估价 可能会有几百项 或者上千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估价 这就是我们的估价的 我们的估价是做估价的一个大马云 那这个房子呢 总共呢 比赔是三十二万两千三百五十块五 这是大马云 所以作为一个经济来讲 我们要摆成它这个风险 所以要定期去跟这个房客的利益 就是说你租了这个房子 你以为如果我帮我 我就拿很少的这个公金 我租了这个租金很少的 你只要签了 你就要太久了十八十块了 我们看到的经济真的是被搞了 因为 我们看到的经济真的是被搞了 homeowner会给你翻译 第一时间的homeowner会给你翻译 因为银行 银行 H-O-V 包括City 会给homeowner很大压力 如果保险公司不聚赔的话 你最后homeowner找钱 homeowner肯定会找经济 这个是我们的出家情况 所以 我们每个房间都要挂这个图子 挂这个Plan 然后 每个房间都有具体要做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压房 这就是我们的压房 这个大压房的总共做下来也是 你看一共是739条 不是一个contraction公司能做的 每一条739条 一条不少 一条一条地读 一条一条地做 这个就是一个30台的部件 那这个部件呢 保险公司是 它不会更好 而且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因为我们这个部件呢 都是配合这个房间公司来做出来的 包括用的设备 包括 包括一个角落 应该去做什么东西 都会写到成功出来 每一个房间 都有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图子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一个角落 一个角落 哪怕一个小的衣柜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设备 这个就是我们配合环境公司做的这个报告 那在做一个大部分当中 它会出很多报告 每一个步骤都来检查 因为最后它来承担这个责任 那报告上面它会告诉我 就是需要怎么做 包括 用的这些材料 它都会写的前面出来 比如说在这个里面 它会说用ProQV ProQV是 一个专门效组的一个品牌 为什么做这个呢 效组的东西很多 因为这个是你刚刚的 有很大的 所以 环境公司会 出这种报告 然后我配合这个报告 以向不向的进行 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做这种restoration公司呢 基本上就是说 做这种灾害后 有些发洪水啊 冬点风啊 当然加州没有 但是都属于这种restoration 服务范围之内 还有一些什么 像 车祸现场啊 然后 房子里面被杀了 杀了 这都是我们的restoration的范围之类 但是呢 跟房地产 我觉得 我做到今天 我觉得跟房地产最有关的 就是 水灾火灾还有大马 还有这些 会联益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跟房地产正经来讲 最相关的 因为很多人 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厉重 但是如果 事情出货了以后 就是后续的那种 维修的 工作也好 实验也好 职人也好 职人也好 基督场也好 看这个党 整个都不同 这样 如果你能看到他现场的话 实际上他觉得这个情况太糟了 那所有的这些 一些 全部都要裁掉 所以就是要露到 全是露到这种 不同的价值 然后像我们工作程度 也非常 也非常好 非常好 像我们自己在海上看的 也在这种情况